各位好 現在要來介紹的是鼓棒的反彈控制 這是一個訓練 這個訓練的項目所講到的動作 並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 不是一個唯一的標準答案 在不同的演奏情況下以及不同的需求 我們會改變不同的姿勢 用使用不同的方法來達到我們的目的 對初學階段的人來說 一開始我不太要求演奏的動作 但你慢慢的可以掌握一些節奏了 掌握一些拍子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注意力轉移到鼓棒的控制上面來 這時候就可以進行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階段的訓練 首先我們希望能夠掌握到支點 所謂的支點就是鼓棒在跳躍的時候 在敲擊跳動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看我的手指這邊 我的拇指實質控制了一個點 像是鼓棒這個敲敲板的支點 這個角度如果你看不清楚 你可以看到這個角度 好像是有一個支點 就是我拇指食指捏著的這個位置 實際上揮動的時候 它當然不會是唯一的支點 但目前為了這個訓練 我們就把它設定為唯一的支點 拇指跟食指捏住一個固定的點之後 它會讓你的這個敲擊到鼓皮 或敲擊到打點板之後的反作用力變得比較明顯 好 練習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首先拇指跟食指要捏住鼓棒的兩側 它並不是一個看我的拇指食指 不是一個一上一下這樣子的狀況 也不是這樣子 比方說我這個鼓棒有一個mark 有一個漢字上面寫著降這個字 那我的拇指食指就捏住降這個字的兩側 當然不同的品牌的鼓棒上面也許會有一個mark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我大概是先抓鼓棒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是現在長度三分之一大概這個位置 好 當你能夠捏住這個點之後 握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你的握力不太足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支點不太好控制 所以今天這個練習 當你覺得有點困難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可以使用握力器啊 或者是一個軟式網球 去練一下去練一下你抓握的感覺 特別是虎口 我現在食指指的這個地方應該會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肌肉 如果你是一個鼓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小肌肉會有點發達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 打鼓一段時間的人 你沒有受過這個訓練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個地方的肌肉比較發達 那基本上這個肌肉的力量 是用在讓拇指食指夾起來的這個力量 所以你要去練習 讓你會 讓你這個虎口這個地方肌肉有一點發酸 當然看每個人力量不足的地方 都不太相同喔 有可能你是這個地方 拇指的這個位置的肌肉也會有點酸 因為這個都影響到你的抓握 大致上是這個力量 那你可以去練習你的握力 當你握力增強的時候 今天的這個肢點控制的練習 也會變得比較順利 好來捏住這個位置 再來是不要捏得太用力 只要捏得穩就可以了 過度的用力之後 你的鼓棒其實是死死的 好所以稍微的捏住 然後從這個角度看喔 我的拇指食指是捏住股棒的兩側 但是我的食指並沒有 你看畫面上看我的食指並沒有勾住股棒 我先不要勾住 只要在股棒的兩側夾住就可以了 好這樣的情況之下 手不用動喔 我用另外一隻手 我右手的手指把股棒舉起來 放下去 讓它自然的跳動到停止 去練習這樣的感覺 如果我把手指捏得過緊的話 你會發現是這樣 這個彈跳變得不自然 這不是我想要的 那如果我食指是勾住的話 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彈跳更不自然 希望是夾住的 讓股棒自然的跳動就可以了 請你先這樣練習 主要是目的練習這個支點的穩定 換手的練習也是一樣 當你的練習都穩定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動作 就是要開始把股棒舉起來 這時候你看我的拇指 我食指捏住股棒之後 其他的手指頭 中指無名指 小指是打開的 好 我要把股棒舉起來 其實是有一點讓股棒靠在手掌 看一下靠著手掌這一端 所以手掌稍微的把股棒撐起來 然後放下去 放下去的這個動作 從畫面上看喔 放下去的這個動作是 手腕放下去 但是擊中了你的打點板之後 這個位置 手腕就不要再動了 就整個手就不再動 但是擊中了以後會有一個反作用力 彈跳起來 你股棒就會彈跳 我示範一次喔 舉起來 然後讓股棒自然的落下 再一次 這個彈跳的感覺 感覺要像剛剛用一隻手扶著的這種感覺一樣 兩隻手都要這樣練習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一點 就是在往下落的時候 這個落下的過程當中 有的人會 掉得比較保守 所以這個往下落的速度 並不是 像自由落體的速度 可能會像這樣子 這個 掉下去的速度不夠自然 那有的人 則是會往下加速 我建議先不需要往下加速 只要 自然的 讓股棒掉下來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練習在 命中你的打點板的 那一瞬間 你的手就不要動了 讓你的支點穩定 特別是支點這個地方 不要浮動 就是 掉下去就停止 請養成這個習慣 好這個是 練習二了 咱們再回憶一下 第一個練習 就是 純粹是把股棒舉起來 用另外一隻手扶起來 去練習支點 固定的位置 那你 這個過程當中你會摸索 手高一點啊 低一點啊 出去一點 進來一點 就是找到一個你覺得 舒服自在的一個位置 然後去 用你的身體 記住這個位置 可以做到了之後 就是 當你股棒舉起來 等一下往下掉的時候 就要回到剛剛那個位置 這是第二個練習 來試一次看看喔 好 這個是練習二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練習三了 每一個練習在我這個影片裡面 講起來是很快 但是事實上你在練習可能 都會花個幾天的時間 慢慢的去體會喔 好 現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當我往下 自由的落下了之後 股棒會彈掉嘛 彈起來 準備要再 掉下去第二次的時候 在那之前我希望 我這打開的中指 無名指小指可以 握住股棒 讓它不要再敲到第二下 來試一次喔 再一次 欸沒打好 這是重複彈跳 來 握住 好 就這樣子 看起來很簡單嘛 那事實上這 關乎於你對於股棒彈跳的 觀察 你要去習慣它彈跳的高度 補充一點 就舉起來的時候 不要舉得太高 如果舉得很高的時候 你的彈跳的力量會太強 反而不好控制 彈太久了不好控制 我覺得大約 可能一個手掌的高度吧 大概20公分30公分的高度 應該就可以了 自然彈跳 好接下來我只要 保留第一個音就好了 現在我是用另外一隻手接住對不對 現在我要你用同一隻手接住 再來就是關於這個接住的時間喔 當你的股棒往下落已經命中了 你要敲擊的物體之後 這個反作用力才剛開始作用 準備起來 你的手指如果接的越晚 你的股棒持續的往上彈 越晚接住 股棒就會彈的越高 如果你越早握住的話 股棒來不及彈高 它就會停在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第四個練習 就是希望你可以去感受 不同的時間點握住股棒 你的這個股棒彈跳的高度 可能就會有高有低 試試看喔 我希望它彈的低一點的時候 我握住的時間 就要越接近敲到骨皮的時間 再一次 我現在握得晚一點點的話 股棒就會彈的比較高 當然有可能你的這個支點 你的手腕喔 這個地方會順著股棒的彈跳 稍微上來一點點 有囉 我們換個角度看一次喔 我希望它彈跳的低一點的話 是這樣子 我希望它彈跳的高一點 再一次喔 好 那剛剛的這些練習 分別都是左手練完 右手也要練喔 但你可以先練比較弱的那隻手 如果你是慣用右手 你就先練左手 左手練起來了之後 再來練右手 那當然如果你是慣用左手 就反過來 盡量先不要兩手交替的練習 先把一隻手練的 比較能夠掌握到那個感覺了 再來做另外一隻手的練習 這是我的建議 接下來我們來說明一下 有一些股手在練習的時候 在初學階段 他已經知道 要鼓棒要能夠連續彈跳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為了要連續彈跳 常常會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不理想的姿勢 我在這邊說明一下 介紹一下這些不理想的姿勢 希望你可以察覺到自己 是不是在使用這些不理想的姿勢 然後可以進一步的避免 首先就是為了要讓鼓棒彈跳 所以我的手指是會打開的 很常見很多鼓手會這麼做 但是鼓棒彈跳的時候 他的支點是在 拇指食指捏住的這個位置 那為了要讓他彈跳 我們有可能會手指打開 但是用手腕再揮動 會變成這樣子 你會看到有的鼓手是這樣 手指打開的 然後但是 是用手腕再揮動鼓棒 或者是這樣子 手指沒有完全打開 但是也是滿開的 留一點空隙 像畫面上 你看到我的左手這樣 留一個空隙 這樣再揮動 那其實 發力是來自於你的手腕 但是你的拇指 食指要捏住這鼓棒捏得很辛苦 那這個彈跳又不好控制 因為他的後續 你很難控制他的 反彈的高低 以及一些力度的變化 所以這個方式是 一開始我覺得 當然作為初學者 剛開始接觸爵士鼓沒多久 我是不會去特別要求 這個姿勢要調整 但是慢慢你要開始比較進階的時候 我會建議要把這個姿勢改掉 那怎麼改呢 關於你想要連續彈跳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的 我們剛剛說到 已經可以掌握一次的彈跳了以後 把鼓棒接住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 當你命中了你的打點板 鼓棒開始反彈的時候 你看畫面上我的手指是打開的嘛 反彈到一定的高度以後 你要去適應 去認識你的反彈的速度 然後用你的手指 擋住它 然後再往下揮動 等於是 你的拇指、食指捏住鼓棒 但是用這三隻手指頭 當成施力的那一點 那一端 所以你的手掌其實有兩個功能 拇指、食指控制了支點 這三隻手指頭要去 撥動你的鼓棒 去施力 讓你的鼓棒可以 重複的揮動 並且控制它的彈跳 我試一次喔 看一下我的手喔 只有第一下是往下放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手指來撥動 因為發現手腕 有可能會被震動到 但是它並不是以手腕來發力去揮動的 是以手指去撥動的 但拇指、食指這個支點 盡可能的保持穩定 再一次喔 你會發現這個 鼓棒揮動的軸心 大約還是在拇指、食指控制的這個點 這個姿勢不太容易 這個練習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對於 鼓棒的反彈 它不會等你的 它的速度就是這麼快 所以 你得要去 在這個單一的反彈 花很多的時間去體會去觀察 適應反彈的速度 再來就是 你的鼓棒舉得越高 你有越多的時間 充分的時間 可以去觀察到這個反彈 但是舉得太高的時候 又不好控制 舉得低的時候可以比較輕鬆 可是反彈的時間很短 你能夠控制的時間會比較 反應時間會比較短促一點 這個是兩難 你要抓到一個平衡 看一下我的左手的動作 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到 拇指跟食指的這個支點 盡可能的穩定 不要太多的晃動 然後手腕的動作也盡量少一點 以手指來施力 這個是我們現在這個階段的練習 去掌握 用手指來控制 以及支點固定好 這樣子的反彈的練習 當然你慢慢的練習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手腕的動作 會有其他的 更多的要求可以慢慢的加進來 但是在一開始的階段 為了要去體會反彈 先以這樣做為主 接下來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有可能剛剛這樣子的練習 對你來說是有一點困難的 因為這個角度的關係 這樣往下揮這個角度比較困難 這時候我會建議你 可以稍微調整你的打點板的 角度 我來試一次喔 我把這個打點板的角度 稍微調整一下 我把它調高 然後比較斜一點 這樣子的練習會比剛剛 完全平的這樣揮動來的簡單一點 這樣你要感受鼓棒的反彈 會比較容易 你可以這樣練習 所以這也連帶你會觀察到 有些鼓手的 右側的銅拔 Ride他的角度 喜歡高一點 喜歡清斜一點 這跟他仰賴這個 在Ride上面的彈跳 這種習慣也會有點關係 所以這個鼓組的架設 它的Ride的角度高度 跟鼓手使用Ride的習慣 它的演奏內容 也多少有點關係 我們現在再拉回這個 這個打點板 如果剛剛這個角度 覺得還是有點困難 你就可以把你的打點板 再設定的更斜 更接近 這種將近垂直的這種方向 然後把這個打點板 再拉的更高一點 慢慢的你可以掌握到反彈的感覺了之後 再把這個打點板降低 設定的比較平一點 那這個難度會稍微的高一點 但也比較接近我們在演奏小鼓的時候的手感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